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细胞之后 最主要是在我们的呼吸道 所以它可能会造成我们肺部的容积变小 所以就代表你可以容纳的空气变少了 另外它可能会造成发炎的反应 所以会让我们的肺部可能有类似积水 然后交换氧气的能力也变差了 所以病人就会觉得感觉有缺氧的现象 所以他就会开始觉得喘不过气来 那临床上面可能就会用氧气这样的方式 或是降低他的这种发炎的情况 来把它抑制他的整个产生